HELLO,很久不見了 難得又有年假,又天氣沒那麼熱 就去了錦田石江附近一個露營場 今天天氣不太好,有時都很大雨 所以這次又換了隧道漿 有個前廳可以避雨 這兩天都見他在附近吃草和避雨 收費場有浴室,又有廁所,比郊外方便 場地都很大,還可以租其他營 這次的位置就是F區 今天就用了Slow Peak 080這款漿 一開始就把三支營柱穿進去 之後就要撐起來 搭件都算方便 通常帳篷都是先內漿,再掛外漿 隧道漿就會先做外漿 下雨就可以先做出來擋雨 走時又可以先收拾行李 最後才拆外漿 不過因為不可以自立 要靠營釘形成固定 這次第一次搭,營釘最先都落錯位置 落錯在第一支柱,沒有固定到後門位置 就開始拉起 終於看到帳篷的外形 不像平常的營骨交錯,更多支撐 所以會比較多形繩要拉 如果內漿內漿,其實都可以獨立使用 比之前用過的,空間大很多 但重量就多幾倍了 去到7.9kg 下了一場大雨後,就出現了一條很大的彩虹 前面是租營,連爐,椅,地席之類 再看這次的形狀 再看這次的形狀 除了前後也有門,還有側門 打開後都可以通風 到內漿部分 其實很簡單,只勾上去就可以了 其實很簡單,只勾上去就可以了 掛在兩邊就完成了 前廳位置都足夠在這裡煮食 坐在這裡都不會覺得好迫 裡面官方說明可以說兩大兩小 空間都算大 如果兩邊只關了沙網,就不會太熱 這個露營場F區,就看著雞公嶺 前面有一大片草地 這邊都有不同的區域,都很大 從雪櫃可以放下食物,煮食也有多些選擇 從雪櫃可以放下食物,煮食也有多些選擇 如果租營,就有圓拱營和印大安營 場地還有小朋友的玩樂設施 還有小朋友的玩樂設施 還有淡床在不同位置 有東西留了,這裡還可以補給一下 雞皮保護賣 如果租租這類,就能帶少許多東西 像坐拖板有電提工 而市區這裡有大草地 是給自己帶人的人 又是煮食的時侯 蔬菜和菇,再混合牛肉 比較簡單 不過今天天氣還未轉爛,還有很多昆蟲 今天還煎肉食 這款貼品賣了之後,每次都有帶 用得很方便 煎或炒菜用 但我喜歡當鐵板燒 雞肉 最後還是要拆出來 下了一整晚的雨,天亮就看不到日出 不過雨明顯少了很多 前廳和添落這個時候就變得很有用 加熱產品在露營吃都很方便 今天就帶了粥來做早餐 平時還會見到有意粉,咖喱 甚至有加熱就吃的牛腩,豬手 因為前一天都很大雨 所以都沒有拿太多食材 我覺得這裡再轉涼一點,我們再來一次 第一次用這個營都算滿意 比之前的幾個都舒適了 期待下次再去玩歌 喔 今次又完了,下次見 MING PAO TORONTO